的情况 原来形势扭转了 郑爽在诉讼中似乎赢得了人心 谁知道张恒手里有卡 竟然放了一个大把戏 说他做过阴阳合同 以前他的是在国内只违反道德 只有万人骂 现在有这样的嫌疑 事情变大了 上面直接开始调查他 这样的事情 前面有范冰冰及其百余人 后面有郑爽 一看就不是例子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被查到 调查一下 也许有多少人进来了 很多第一线明星连夜取消了工作室和名利的相关公司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简而言之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都意识到有一点问题 除此之外 每个人都希望先公布和范冰冰同时发现的一百多人的名单 不要逮捕一个人去死 否则一两个人背着大锅 其他粉丝可能还在抵抗 很滑稽 出乎意料的是 范冰冰本人也是这样想的 一位网民发表这种动向后 他偷偷称赞 而且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 他也坐不住了 第二天继续晒黑 说这个世界不公平 显然暗示自己一直背锅 真的很懊悔 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做的 骂的都是他受的 老实说 那个名单真的应该暴露 但是现在很好 不仅范冰冰 郑爽也和他一起骂 像郑爽这样爽快的性格 如果他的事实真的 他可能会一口气暴露名单 范冰冰可能有更多的盟友勇气 以前别人怎么骂他都不能回应 现在也有信心告诉他们 最近 他发表了很多骂他的内容的人 法院认为这个网民确实构成了侮辱他 最终被告赔偿了范冰6万元 在主页上连续10天登载道歉声明 向范冰道歉 对于现在的范冰冰来说 这也是喜事 而且范冰冰最近的喜事还很多 他最近频繁登上国内外杂志封面 宣布推迟疫情的好莱坞电影 355也将在一周前上映 这对范冰冰的复活之路来说 就像神柱一样 人喜事爽快 现在的范冰冰不是缺乏 红色养人憔悴的女演员 他最近活动很频繁 前几天出现在上海的某个活动中 看到某个品牌的表演 状态很好 时尚很时尚 坐在那里是焦点 比表演场的表演看起来更精彩 不仅有肉面的机会 还有活动的交往 5月11日 他参加了酒馆 和壮汉们笑 豪华的喝着 在他身后 范爸爸一直坐在桌前玩手机 不送他 这么大的人 父母照顾着 不得不说范冰冰现在过得很好 即使现在还没有完全回到演艺圈 大家也骂他 但是正爽的事情灰尘掉下来 发现做错事的人不仅仅是他 也许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本身上 其实看了这么多 抵抗范冰冰的发言 还是觉得范冰冰一个人背得过太重了 原来这件事的参加者有100人 大家都受到了惩罚 但没有爆炸 背后假装封清零淡 只骂范冰冰一个人 真的像他说的那样不公平 但是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有理由不公开名单 我们也只能看着吃瓜